一般一般的滷菜 有烤肉也有豆干丁店 白天的豆店看起来 很好吃款的模样 这几项滷味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就是用塞雷豆油下去滷的 滷味的话是佐水溪嘛 所以说我们的水质的话 比较好 所以说我们 而且又都是以黑豆 纯黑豆下去酿造的 手工酿造的 所以说我们的品质的话 口感香甘甜 都非常的好 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 所以塞雷豆油的品质特别好 护年管建户就基盘了滷味PK赛 要用好吃的滷味 来提供塞雷豆油的感情 是西螺办理西螺乳味达人PK赛 是我们希望西螺老街 变成台湾第一条乳味大街 我们利用西螺酱油 我们很有名 殖民海内外的西螺酱油 作为基础材料 我们邀请西螺的乡亲出来 把他们最拿手的乳味拿出来 介绍给大家 这次我们也非常高兴 我们邀请到我们西螺的立猪老师来做示范 比赛方式其实很简单 民众只要来报名 就能盖上两罐豆油 只要用这两罐豆油 不管是要滷什么菜类都会担你 西螺酱油为主 还有就是一些酱菜也可以 就是要有西螺的豆油 还有酱菜 还有一些里面的一些调味 只要是西螺的都可以 就是加在里面当为食材 那食材是不居的 只是那个卤的酱油 一定是要西螺的酱油 参赛价只要在12月的菜类 将滷火的菜类传来参赛 相关还可以得到将近8千块 记得大家聊 唱不懂 请不吝点赛